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中国的一个令人探为观止的旅游目的地 江苏省 江苏不仅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 也是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令人惊叹自然风光的地方 跟随我们一起发现这片富饶之地的魅力 1.苏州 卓正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位于苏州市的东北部 面积约为52,000平方米 这座园林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 1509年由御史王献成所建 卓正园以其设计精巧的布局和丰富的景观元素著称 园内有池塘、甲山、廊桥和亭台楼阁 这些景观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园林 卓正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是苏州古典园林的代表 主要景点 1.远香堂 是卓正园的主要建筑之一 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园区 2.游厅阁 位于园林西部 是一个幽静的休憩场所 3.苏氏体永碑 苏东坡的诗座碑客 展示了园林的文化底蕴 刘园也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位于苏州市西部 面积约为23,000平方米 这座园林始建于明昭万历年间1593年 以其精致的建筑和巧妙的空间布局文明 由园内的建筑与自然景观相互融合 形成了多样化的景观效果 园内有四季花木、池塘、假山和古树 是一个极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与一体的园林 主要景点 1.灌云峰 这是一座高达6.5米的太湖石 是园内的标志性景观 2.寒碧山房 这是一个精致的庭院 适合观赏四季变化的景色 3.花篮厅 建于清代 是园内最大的一处建筑 寒山寺位于苏州市的丰桥镇 始建于南朝公元502年 以唐代诗人张继的诗《风桥叶博》而闻名 诗中描述了寒山寺夜晚的钟声 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 寒山寺现存的建筑 大部分是清代重建的 但寺内仍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以及汉文物 主要景点 1.钟楼 寒山寺的标志性建筑 每年除夕夜会举行壮钟仪式 2.碑狼 收藏了大量历代名家的碑客 3.寒山 石德塑像 寺内供奉着寒山和石德两位高僧的塑像 平江路是苏州市的一条古老街区 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和小桥流水 这条街道沿着平江河分 全长又1.6公里 是一条具有浓厚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街区 平江路两旁有许多古老的民居 店铺和文化遗址 是游客体验苏州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场所 主要景点 1.文庙 供奉孔子的庙宇 是苏州重要的文化遗产 2.平江河 河道网延曲折 是街区的灵魂所在 3.小桥流水 平江路上的桥梁和河流 构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景 2.南京 中山林是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 位于南京市紫荆山南路 这座陵墓始建于1926年 竣工于1929年 中山林的设计 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和西方现代建筑元素 显得庄严而宏伟 陵墓由392级台阶组成 象征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 和崇高地位 主要景点 1.排放 陵墓入口处的排放上 刻有不爱二字 体现了孙中山的理想 2.陵门 三重门的建筑风格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三明主义 3.祭堂 祭堂内 供奉着孙中山的一项和铜像 是人们缅怀和纪念的主要场所 夫子庙位于南京市秦淮区 沿着秦淮河畔 是供奉孔子的庙宇 夫子庙建于宋代 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 如今已成为南京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景点 这里不仅是孔庙 更是南京的文化和商业中心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主要景点 1.孔庙 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 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 2.学宫 是古代世子读书的场所 现已成为文化展示区 3.秦淮河 河边的夜景 尤为迷人 是夫子庙区的亮点之一 南京博物院 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综合博物馆之一 位于南京市中山门内 博物院成立于1933年 现拥有丰富的历史 艺术和自然科学藏品 博物院的展览内容 涵盖了中国古代至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 展示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主要展厅 1.历史馆 展示了中国从远古时期到近代的历史文物 2.艺术馆 展示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艺术作品 包括书画 雕塑等 3.民俗馆 展示了中国各地的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 明孝林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 位于南京市紫荆山南路 这座陵墓建于明洪五年间 1368到1398年 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明孝林的建筑 宏伟壮丽 融合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和风水理念 主要景点 1.神道 长达1800米的神道两旁 助力着石像生 象征着守护皇陵的神灵 2.宝城 陵墓的核心区域 包含了朱元璋的陵寝 3.方城明楼 陵墓的主要建筑之一 内有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牌位 3.扬州 寿西湖位于扬州市区 是一处以其纤细秀美的湖景 而著名的风景区 寿西湖因其湖面窄长曲折 宛如一条纤细的带子 顾名寿西湖 这里曾是扬州沿商巨居的地方 也是历代文人墨客 英勇和游览的圣地 湖区内满了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景色优美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主要景点 1.武亭桥 寿西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桥上建有五座亭子 造型独特 兼具实用和观赏价值 2.白塔 仿北京北海白塔而建 矗立在湖畔 成为寿西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3.二十四强 传说中的二十四桥景观 为历代诗人所称颂 特别是杜牧的诗句 《二十四桥明月夜》 大明寺 位于扬州市北郊的曙冈之上 始建于南朝留宋年间 公元457年 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这座寺庙因唐代高僧建真大师 曾在此讲经红法而闻名于世 大明寺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 如今成为一处 即佛教文化和历史名胜于一体的旅游圣地 主要景点 1.建真纪念堂 纪念唐代高僧建真的纪念建筑 内有建真大师的塑像还是介绍 2.西陵塔 大明寺的标志性建筑 高塔处立 气势辉弘 为游客登高望远的好去处 3.平远楼 大明寺内的一座古建筑 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寺庙 和周边风光 和园 园名季孝山庄 位于扬州市区东北渝 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私家园林 和园由和纸刀 于清光绪年间 1883年 所建 是扬州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 园内建筑精巧 设计独特 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 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特点 主要景点 1.片石山房 和园内的主景之一 以假山和池塘为主题 景色优美 富有诗意 2.四只书屋 园内的一处书房 环境幽静 是当时主人读书写字的场所 3.花厅 园内的花厅设计精美 是主人赏花品名的地方 体现了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 4.五乌阳 源头主 位于乌阳市西南郊的太湖之宾 是太湖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 这里 以其湖光山色 绵延的樱花林 和古朴的园林景观而闻名 被誉为 太湖第一名圣 源头主的名字 源于其突出的地形 形状如一只巨大的圆 集大龟 神像太湖主要景点 1.太湖仙岛 位于源头主风景区内 乘船可达 岛上有多处道教文化遗址 和自然景观 2.源主春汤 是源头主的一个著名景点 站在此处 可以欣赏到太湖浩瀚的湖面 和壮丽的波涛 3.樱花谷 每年春季 樱花盛开时节 整个源头主都会被粉红色的樱花覆盖 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林山大佛位于 无阳市林山风景区 是世界上最高的露天青铜立佛之一 这尊大佛高达88米 象征着 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成就 林山大佛所在地 还有多个佛教文化景点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教文化旅游区 主要景点 1.范宫 是一座及佛教文化 艺术和建筑于一体的宏伟建筑 内部装饰华丽 有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 2.舞印坛城 模仿西藏佛教的坛城建筑风格 是举行佛教仪式的重要场所 3.九龙洒水 林山大佛前的九龙洒水动态喷泉 每逢固定时刻会表演壮观的水舞 里园位于吴阳市西南部靠近太湖 是一座以春秋时期的名人范里和西施的故事 命名的古典园林 里园因其精致的设计和优美的景色 被誉为江南园林的代表之一 园内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深受游客喜爱 主要景点 1.九曲桥 里园内的著名景点之一 桥面蜿蜒曲折 宛如一条龙 游人行走其上 如同穿行在画卷中 2.雀桥 以牛郎之女的传说为背景建造 是园内浪漫的打卡地 3.鸳鸯池 园内的一处池塘 池水清澈 四周环绕着美丽的花木和假山 是赏景和拍照的好地方 5.常州 天幕湖位于常州市立阳市 因其清澈的湖水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闻名 这里是度假的理想地点 拥有宜人的气候 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天幕湖风景区 分为东湖和西湖两部分 各具特色 主要景点 1.东湖 以湖光山色为主 湖面平静如静 适合乘船游览和垂调 2.南山主海 位于天幕湖景区内 是一片广阔的竹林 游人可以在竹林中漫步 感受大自然的清新气息 3.天幕湖渔村 一个展示天幕湖渔家风情的村落 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的鱼类美食 中国恐龙园 位于常州市新北区 是一座以恐龙为主题的游乐园 适合家庭和孩子们游玩 园内设有多种 以恐龙为主题的娱乐设施 和表演节目 是全家出游的理想选择 主要景点 1.恐龙博物馆 展示了大量恐龙化石和复原模型 让游客了解恐龙时代的生物多样性 2.船越侏罗际 一个模拟恐龙时代的冒险区域 游客可以体验身临其境的刺激感受 3.恐龙乐园 适合孩子们的游乐区 设有多种儿童游乐设施和恐龙主题的互动游戏 近距离观赏狮子 舟庄保存完好的古镇和水箱风貌 使其成为中国古镇旅游的代表 镇内河道综横 桥梁众多 古色古箱的建筑和幽静的水箱相得益彰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览 主要景点 1.沈庙堂 始建于清朝 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宅地 展示了古代江南富商的生活场景 2.张庙堂 也是清代的建筑 与沈庙堂隔阂相望 同样是了解江南古镇文化的重要场所 3.双桥 由一座圆拱桥和一座方拱桥组成 形似古代铜钱 象征着周庄的繁荣与复数 4.富安桥 建于元代 是周庄历史最悠久的桥梁之一 被誉为周庄第一桥 千灯古镇位于昆山市东南部 是一座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江南水箱 古镇始建于清代 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千灯古镇 以其古色古箱的建筑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文明 是体验江南水箱风情的理想去处 主要景点 1.古戏台 建于明代 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古戏台之一 至今仍有各类戏曲表演 2.秦峰塔 始建于宋代的七层八角塔 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 3.光明禅寺 古镇内的一座古老寺庙 拥有悠久的佛教历史和文化 是游客们参拜和瞻仰的圣地 4.古桥群 古镇内有多座保存完好的古桥 如万安桥 太平桥等 展示了古代建筑的精湛记忆 7.镇江 金山寺坐落在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上 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 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佛教寺庙 寺庙因水漫金山的传说而闻名 寺内供奉着观音菩萨 是镇江市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主要景点 1.大雄宝殿 是金山寺的主要建筑 气室宏伟 内有金碧辉煌的佛像 和精美的壁画 2.观音殿 供奉有观音菩萨的殿堂 殿内 香火鼎盛 是信徒祈福的场所 3.金山石窟 位于金山寺附近 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唐代石窟 内有大量的佛像和浮雕 江山是长江中的一座岛屿 位于镇江市中心 以其古仆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游客 江山地势平缓 植被丰富 环境清幽 是市民和游客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主要景点 1.焦山公园 占地广阔的公园 有茂密的树木 碧绿的草地和湖泊 是散步和休闲的理想场所 2.焦山寺 寺庙建于唐代 是焦山的主要景点之一 寺内供奉有 释迦牟尼佛和观音菩萨等 3.清水长廊 环绕着江山的一条步行道 沿途风景优美 可以眺望长江风光 北固山位于镇江市北部 拥有壮丽的江景和悠久的历史 是观赏长江的绝佳地点 山市贤峻 环境清幽 是远近闻名的登山圣地和避暑圣地 主要景点 1.北固山公园 是一个集登山 观光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公园 3.有多条登山步道和观景台 2.北固山撂望台 山顶的观景台 可以俯瞰整个镇江市区和长江美景 3.北固山寺 建于唐代 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寺庙 山下的佛寺对江景格外壮观 8.徐州 云龙湖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东北部 是一个风景秀丽的人工湖泊 被誉为徐州市的明珠 湖水清澈 四周环绕着青山翠树 景色优美 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热门去处 主要景点 1.湖星岛 湖中心的一座小岛 岛上有亭台楼阁和花园 可以远眺湖景 是拍照的绝佳地点 2.湖畔长廊 环绕湖岸的步行长廊 适合散步和陈运 沿途风景优美 有许多休息区和观景台 3.水上活动 湖泊设有划船 游泳等水上活动设施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游玩 汉文化景区 位于徐州市区内 是一个集中展示汉代文化的旅游景点 这里有丰富的汉文化遗迹 包括汉墓 汉兵马俑等 让游客可以深入了解 汉代的历史汉文化 主要景点 1.汉墓群 展示了徐州地区 汉代的墓葬文化 其中包括许多精美的汉墓壁画 和墓葬器物 2.汉兵马俑 仿照西安兵马俑而建造的汉代士兵和战马雕塑 是汉文化景区的一大特色 3.汉文化展示馆 展示了大量的汉代文物和文献资料 包括陶器 青铜器 玉器等 让游客了解汉代的生活汉文化 徐州博物馆是徐州市的重要文化机构 收藏了大量的汉代文物 展示了徐州作为汉文化发源地的历史汉文化 博物馆内部陈列有精美的文物和图片 是了解徐州历史的重要场所 主要展示 1.汉代文物 包括陶器 青铜器 玉器等汉代文物 展示了当时的工艺和生活状况 2.历史文献 展示了徐州的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 让游客可以了解徐州的汉代历史 3.特展和文化活动 博物馆并且举办各类特展和文化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9.淮安 周恩来故居 位于江苏省淮安市区内 是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出生地和成长地 这座故居现在已经建成了纪念馆 向游客展示了周恩来先生的生平和成就 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 主要展示 1.周恩来生平展示 通过文物、图片、文件等展品 介绍了周恩来先生的家世、求学经历、革命历程和政治生涯 2.家居陈设 展示了周恩来家庭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用品 还原了当时的家居风貌 3.纪念馆内景、建筑风格古仆、内部至典雅 通过丰富的展品和资料 生动地展示了周恩来先生的一生 淮安运河是中国金航大运河的重要段落之一 也是淮安市的标志性景观 运河贯穿了淮安市区 是古代重要的水路交通干线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主要景点 1.古运河景观带 沿着运河建有步行道和观景台 游客可以漫步于运河岸边 欣赏古仆的建筑和静谧的水景 2.运河夜景 夜晚运河两岸灯火璀璨 营造出浪漫的氛围 成为淮安市的重要夜游景点 3.船运活动 游客可以乘船游览运河 欣赏沿岸风光 感受古代运河文化的魅力 曹运博物馆位于淮安市区内 是一座专门展示中国古代运河 曹运历史和发展的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资料 展示了古代曹运的兴衰和演变 主要展示 1.曹运历史介绍 通过文字、图片、食物等展品 介绍了古代曹运的历史背景 发展过程和影响 2.曹运器物展示 展示了古代曹运所使用的船具、器具等 生动展现了当时的曹运生活 3.曹运文献资料 展示了大量的曹运相关文献和资料 包括地图、航海图、文件等 让游客深入了解曹运的历史 10.南通 廊山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区东北部 是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 也是南通市的著名景点之一 山市贤峻 风光秀丽 是一处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与一生的旅游圣地 主要景点 1.观音寺 位于廊山山顶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 寺内供奉有观音菩萨 是相克祈福的圣地 2.金湖公园 山脚下的一个风景区 湖水清澈 四季景色迷人 是散步和休闲的好去处 3.登山步道 山上有多条登山步道 游客可以沿着山境攀登 欣赏山间风光和植物 豪河 是南通市区的一条古老河流 自北向南贯穿市区 风景如画 是南通市的重要地标之一 河水清澈 两岸绿树成影 河畔建有步行道 是市民和游客散步 休闲的理想场所 主要景点 1.豪河风光带 沿着河岸建有步行道 和观景台 游客可以欣赏河畔风光 感受豪河的静谧和美丽 2.豪河夜景 夜晚时分 豪河两岸灯火璀 夜色迷人 是夜游的好去处 3.古桥风情 沿途还有许多古老的石桥和木桥 历史悠久 是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地 南通博物院 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 位于南通市区内 展示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是了解南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场所 主要展示 1.历史文物 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 包括陶器 青铜器 瓷器等 展示了南通古代的生活和文化 2.古代建筑模型 展示了古代南通的建筑风格和局 还原了古代城市的面貌 3.特展和文化活动 定期举办各类特展和文化活动 让游客深入了解南通的历史和文化 江苏省不仅以其自然风光文明 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 是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每个城市和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和历史故事 值得意义发掘 来江苏 感受千年文明的沧桑 探寻古今交融的奇迹 让心灵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获得滋养 踏上一段难忘的旅程 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